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爸爸哼着小曲儿收拾行李 几个手提箱和一个装满零食的冷藏箱把车子塞得满满当当 他说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回老家 我们上路的时候天还黑着 西思闭着眼在不觉 而我瞪大眼睛睡不着 繁星满天 我们从城市街巷开上高速公路 我一路看着 艾伦 妈妈叮嘱我 你最好补个觉 我试着去睡 但就是忍不住开心 因为很快我就能见到 泰奶奶格拉尼了 还可以跟我的堂兄妹们一起疯完 可是当我看到自己的双手跟眼前的路面一样 空空如也 就笑不出来了 一年一度的团圆日 我敢打包票 除了我 大家都准备好了要一起分享的东西 在焦急忧虑中 我打起了盹 睁眼时 懒泱泱的热光照在我的脸上 逆着双眼 我看见熟悉的约翰迪尔托拉基品牌店 和灰色的铜仓就矗立在前方 老家近在眼前 西斯和我直起了身子 一眼就看见泰奶奶的木结构房子 她正在上次与我们告别的地方 傻子卖力未及 黄层层的卖力 又如一粒粒小金子 泰奶奶在那里 西斯大声喊道 泰奶奶张开双臂 抱住我俩 心肝宝贝 她说 我想死你们了 我们的脸颊上 落满了薄荷味的吻 一整个下午 回家团聚的人 络绎不绝 洛雷塔奶奶和詹姆斯爷爷 叔叔阿姨们 还有多得让我们数不过来的堂兄妹 你的脑袋和你爸爸的一模一样 结义伯父取笑我 爸爸眨眨眼 说 别以为我听不明白 我的脑袋怎么了 你们俩就爱互相打趣 落雷塔奶奶哈哈大笑着说 大人聊天叙旧 我和堂兄妹们跑向处栏 去看泰奶奶饲养的牛羊 你准备了什么节目来助兴 以赛亚问西斯 唱泰奶奶最喜欢的歌 她说 你呢 朗诵兰斯顿 修斯的诗歌 母亲之儿子 我做了一本剪贴布 她的颜色 是泰奶奶最喜欢的蓝色 德文说 你准备了什么 艾伦 我踢了石头一脚 感觉自己快哭出来了 准备好成拖拉机兜风了吗 西斯为我解了围 我心里 别闷难受 跟着西斯和妈妈爬上拖拉机 我倚着干草 爸爸开着拖拉机 带我们经过烟熏房和鱼塘 然后轰隆隆的 驶过一片白光点点的田地 棉花很早就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长 就像我们很早 就在这里反应一样 爸爸说 小时候 他爷爷也会开着这样的拖拉机 带着我和杰义伯父 看看左边 他爷爷说 看看右边 土地似乎无边无际 地在 人就在 你们看到的一切 他爷爷说 都是我们的 爸爸说的一番话让我有所触动 我不由得坐直的身子 他爷爷已经不在世了 如今 我们经常汇聚一堂 一起追忆他 分享的冲动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拖拉机停下来时 我征求爸爸的意见 遵从内心 艾伦 爸爸说 他爷爷总是这么告诉我的 正在这时 我们听到太奶奶的呼唤 回来吧 饭好了 趁日吃 他在门廊处 招呼 我们意用而入 餐厅里摆满了 爱心美食 烟熏火鸡 雨衣甘蓝 芝士通心粉 秋葵和西红柿 以及 蘸着山楂果酱的小饼干 全是爸爸喜欢的菜市 我们手牵手 在太爷爷给太奶奶盖的房子里 围成一个大圈 我们心连心 互置谢意 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 太奶奶打用着每一张脸 日泪盈眶 到了星期天 我觉得自己病了 不是发烧 打喷嚏的那种病 而是得了 希望我有更多时间的病 傍晚 团圆日活动即将开始 你得参加 艾伦 洛雷他奶奶说 你知道太奶奶是很认真的 从小到大 我们从未错过任何一次团圆日活动 爸爸指着 当年他和吉义伯父表演 长号和小号 二重咒的地方 我的双手抖得厉害 哪里还能演奏 爸爸说 可是一看见太奶奶的微笑 我就一点也不紧张了 我很想知道 看着太奶奶会不会对我也有帮助 可是当我们对视时 我脑袋里唯一的想法是 只有我这个小孩 什么也没准备 之后 我们回到太奶奶家 换上团圆T恤衫 一代代家人的照片挂在墙上 他们的脸上满是笑容 妈妈 西斯 和我看着太爷爷和太奶奶的黑白合影 他们的眼神 勇敢如味 让我想起了爸爸的眼睛 你拥有跟他们一样的眼睛 妈妈对我说 灵感突如其来 我会想 这次回老家的所见所闻 乘着拖拉机兜风 还有爸爸讲的故事 追随太爷爷和太奶奶脚步的家人和乡亲们 我思索着 从我们这片土地上收集宝藏 我抬起头 面向夕阳 凝神细思 段子般柔滑的夜幕降临之际 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 和草坪上的金属椅上 团人庆典就要开始了 当年 我们的先辈 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 铁铐锁住了他们的手脚 但锁不住他们的梦想 爸爸说 不论在奴隶之时期 还是在与吉姆 克劳法 进行抗中的时期 他们毕露蓝绿 始终对这片土地怀抱梦想 75年前 一个农民和一名老师 买下了这片土地 爸爸深情凝望着太奶奶 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我的堂兄妹们 一个接一个的誌词 西斯的歌曲 让太奶奶眼眶湿润 以赛亚的诗歌 让所有人点头称赞 接着 我走上前去 我感觉 好像有聚光灯 打在身上 我低下头 说不出话 没事 艾伦 西斯小声说 我抬起头 看见一个个 灿烂的笑容 终于 我鼓起勇气 太奶奶弹的棉花 做成的被子 让我们倍感温暖 我说着 仿佛手指尖 捧起一朵白云 太爷爷种了山河桃树 我们最爱攀原 我用指尖 将土块捏碎 让它们如雨点般 扫落在地面 土地是家园 我们永永远远的家园 萤火虫闪着光 像过黄欢节一样 在我们身边回旋 这就对了 我听到太奶奶说 爸爸竖起大拇指 我对着月亮笑了 月亮也对着我笑了 我们是个强大的家族 爸爸大声喊道 强大的 我们一起高呼 我们希望黎明 不要那么快到来 大人打牌 下棋 我们堂兄妹几个 在老树干上爬上爬下 开心的小心帐都要炸了 转眼就是告别的早上 我们一路拥抱 到了门口 之后 我们各自爬上车 看着太奶奶和她的老房子 渐渐的消失 和爸爸一起回老家 木枝索机 每一样东西 都有我们的影子 我们开上高速 回想着这一切 盼望着明年再聚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啦 谢谢大家 请帮忙订阅 点赞和分享 关丹小精英安亲中心的YouTube频道 谢谢 谢谢